各位冬一个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就会做上次,我们还没做完,数学科的那份试卷 OK,我们一起看看内容 上次我们就讲了一些叫做一餐肉厚切的概念,去找这个表面面积和体质 OK,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什么的题目呢?首先完成挑战题这个部分 上次我们讲的,有策局好,面积,体积等等的问题,行不行? 我们这次看看,第一题,A的部分,底面积是104,问他高是多少? 底面积就是104,是不是? 其实我们差些什么是不知的,底面积 诸母,先看一下,诸母的底 哦,明白了,即是说左边的体积就会等于右边的体积,是不是? 好了,左边的体积 左边的体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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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 減了三角形,一個長方形減了這個三角形 長方形是多少?長方形就是 17乘14,因為其實這裡是17 這裡是17,這裡是14,所以就是17乘2,14 接著就減回中間這個洞 減中間的洞 這個位置,這個洞是多少呢? 就是5乘12除2,底乘高除2,所以減 底乘高除2 接著整塊就乘回它的幾厚,14cm 好,就等於右手邊這一塊,104就是底面積,乘回 高,高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所以就給它一個H H,這個高 左手邊我們就一次過計算了 有卡卡在你那邊 好了,那首先呢,看有沒有一些要約選的先 104和14有沒有要約選呢?104和14 是約不到的 不要緊,我們照成大它 17乘14 238 好了,減黃就夠了 2,3,8 好了,減後面了 5,6中,30 是不是?好了,再乘14了 旁邊大家都知道,104H就這樣寫 好了,左手邊呢,現在208,是不是? 208乘14 OK 聰明的我們是不會計算大數的,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這個是208乘24 好了,這就約了 104和208就是2 所以是不需要乘大的,H就會等於28 OK 我們計算到它的高是28cm 這裏 高是說的就是它所謂的我們的厚度 就是28cm 好了,哪個的總表面面積比較大? 繼續吧 右手哪個先還是左手哪個先?應該 看看 看看 好了,它說呢,右邊是一個等邊的多邊形 是不是? 等邊多邊形,就是說呢,這些全部都是7 1,2,3 4,5,6 6個7 是不是?這是6邊形 7邊形 1,2,3,4,5,6,7 7邊形 好了 記不記得嗎?周界嘛,是不是?我們用周界 這個周界 周界成厚度加底面積乘2 OK 我們首先用右邊那個 右邊那個的表面面積線 右邊那個是什麼呢? 那個prism,我們叫它做好嗎? 好了,那是多少呢? 就104啦 底面積 乘2 2 好了,再加什麼呢? 就是7乘7 周界 乘厚度 28 好了,答案 這個就 208 加 7749乘28 1372 加208 150 cm square 行不行 好了,這個就糟糕了一點 Total Surface Area 這個東西是怎麼計的呢? 首先呢,就是底面積 是不是?底面積就剛剛計過了 其實就是208來的 是不是? 208,就是綠色的那塊嘛 好吧 底面積乘2 好了,這個了 Total Surface Area of of 什麼呢? 這個呢? 主母? 什麼呢? 寫的,是不是? of the... Left hand side 那個 of the figure on the left 都不知道怎麼叫它好 用英文的題目通常你只要插回一個題目就可以了 好,208乘2 加,加什麼呢?首先我們加了旁邊的四塊 1,2,3,4 即是5 5加17乘2 就是那個面積 5,周界 5加17乘2就是周界 長加闊 乘2 2就是周界 周界是厚度乘14 就是外面的一框的表面面積 算完了嗎? 最難算的是這一塊 多數同學都會漏的 這裡其實還有一些表面面積在這裡 所以要算一下,就是5加12加13 這題為什麼要在挑戰題呢? 挑戰的位置就是這裡 因為多數同學都會漏掉這一群的 OK?這樣才完 可以嗎?看清楚 好 底面積 兩塊 然後呢 就是四邊 四條邊 OK?5加17乘2 長加闊乘2 周界 周界是厚度 最後就是個洞 洞也要成的 厚度 可以嗎? 好,剩下的就是基本運算 我們計算下去 208就是416 應該 加這裡是多少 22乘2乘14 616 5加12加13乘14 420 好 一計呢 就是420加616加416 就是1452 cm2 所以哪一個總表面積較大呢? 就是prism 所以 the prism X X Larger Surface Area dengan 大概 可能 h 整个题目就给你们多两分钟 因为都挺复杂 还有很多也挺难的题目 所以都挑战 所以就用多一分钟的时间 去写下没写完的步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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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基本步 因为MC就由第一题开始 很简单的题目开始 一至三题 用五分钟完成 如果有一些快的可以做MC的方法 我会教你们 可以用三分钟 完成一至三题 一分钟差不多 做MC的速度 三分钟时间 感谢观看 大家 发布 非常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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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四邊形的面積是多少? 底層高,高就是這個18加12 乘24,就是第一組,OK? 就是平衡四邊形 就是 24,勝2 18加12 這個應該是720,是吧? 好了,右手邊那塊,全長42,是吧? 左手邊那塊是24,右手邊剩下多少? 分兩組,是吧? 整個就42,中間就剁開了一組,就從這裡 他就說他是24,剩下那一組就是18,是吧? 而三個人的高其實就是這一點的 所以 第二組就會是18 乘12除2 因為三個形,底層高除2,可以嗎? 18加12 除2,就是乘2分1 30 不是,不是加,是乘 好了,有一樣的當然是弱了,當然很客氣,是吧? 好了,18乘6就快很多了,不用考慮了,這個是不是? 18乘6是108 最後答案就是720加108 答案 8200 OK 行不行 好,接著呢,第二題了 第二題 好了 他問這個圖中這個區域的area,是不是? 好了 首先呢,就是分兩組,這次當然是填補啦,是不是? 整個三角形,不是整個長方形是多少? 就是5乘7來的,是不是? 長和闊就5乘7啦 OK 那首先呢,就把這個5乘7寫出來先 減多少 5乘7,減什麼呢?減這個三角形 那這個三角形的高呢 全長是5,是不是? 扣了2,那剩下的就是3 好了,全長是7 下面扣了5CM,就是剩下2CM 好了,底成高除2,是不是? 就是2乘2,3,再剩下2分1 然後這個2就躍走 好了,答案 35-3 32CM square 看不到答案先 有了 32CM square 就是boy 可以嗎?這兩題其實是小學程度來的 是不是?你都 自己都發現了,是不是?都頗簡單的 OK 可以嗎? 好,接著呢,就是第3題 第3題是誰是底的 正好用回我們那個 吳餐肉的理論吧 OK 誰是底呢? 吳餐肉這個是什麼形狀呢?如果他切一塊塊的話 當然是五邊形啦,是不是?這個完全不用考慮 答案 A OK,好,繼續 AB切開它了,那那個字面會是什麼呢? 那個字面是什麼? AB切開它 即是說呢 4點啦,切開 OK 那切的時候呢,其實它隱藏了一條的 有了這條你就看到了 它隱藏了這一刀在這裡 因為它被那個prism遮住了 是不是? 這一刀呢,透視出來的時候呢 又會看到了 什麼形呢?這個是 就是答案 是不是? boy 長方形 好,跟著這兩題是算數的 自己算了,麻煩你 OK 這兩個題目 5分鐘時間 計清楚 我現在就開始了 還有,每一個的東西 都已經夠熟了 你新的腳啊 喔,我會選擇 你可以把照片 還是放在哪裡 而且我現在要看 你新的腳啊 一直過分 都是說 有隻手 偶然 百分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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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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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